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 正向 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还有留下你有建设性的留言 多谢各位 好了 今节就讲下 一个叫做 算不算是 深深不粉 还是被人赶走呢 原来这个法国 黯然离开 是不是吃力不吐好 我觉得也是 我想起一首歌就是 《乐力为你好 得不到分数 你决定要跟普京日后同步 普京不爱惜你 我马克龙愿意操劳 你操劳也没用 因为当地 尤其是前法宿殖民地 不是很喜欢法国人去派 军队 可能以前做的 差事比较多 黑龙就宣布在非洲大陆的 军事人员 将会明显减少 原来他又会 再一次去非洲 不过去非洲前夕他就说 在非洲大陆的法军 是会明显减少 面对极端组织在非洲大陆进一步 这个扩张 他就呼吁 要跟当地国家建立真正的安全 伙伴关系 但是 很多他的前夕民地 貌似是跟 俄罗斯和中国建立安全关系比较多 转型 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开始 拜登 傻了 不够聪明 你应该去阿富汗大转型 不应该说大撤军 是吧 这个黑龙也是很厉害 转走美军 没错 还有其他 转型 转型 他就说 我们军事人员将会明显减少 我们非洲伙伴基地力的力量将会上升 他就说 很搞笑 他说 这个叫重组 用很多新的名字 这个叫重组 好像公司那样 业务差 开始炒人 跟着关一些分店 业务重组 可能他怕被人笑被人骂 我们叫重组 并不是撤军 没有撤军 你说减军事人员不是撤军 对吧 他就说 或者这样说 我们是没有放弃我们的承诺 但是 的确是要导致某种非洲化 令到非洲 的大基地之间有互动 就是叫非洲 你自己搞 他就说 将来的几周 将会有军事人员明显减少 这也不叫撤军 叫重组 哈哈哈 同时 是根据确定 和具体的说明的需要 我们非洲伙伴的工作量 将会增加 走你走 将会增加工作量 法国总统就说 这个 是个 转型的想法 又用转型了 法军现在 要站在 幕后 这样说 其实一年前 法国就宣布希望 是 跟受到一些极端组织 威胁或者受到什么难过 威胁的 这个基内亚湾国家 讨论发展新的关系 其实现在 法国因为曾经在法国 在非洲都挺大的 植物地 西非呀北非相当大的土地 现在 他们 都是 在非洲打算是 是 插旗 但是貌似 重返非洲这个想法 就 不多现实了 最后只可以是 可不可以说要走呢 一定要走呢 饮言理哉 是啊 非洲屈可 转型而已 重见 重祖 其实法国 说真的 国内外事情都很多 刚才我们说过 他这个军事行动就貌似要撤兵了 其实现在法国内部最大惑最大惑是干汗 全国各地的土地湿度是低于正常水平 所以马克龙 他就派了生态部长去看 而且 我们几天前说可能要制水 他真的制水 有限水灵 法国 这个 官员就说 法国 原来 由 昨天开始就实施限水灵 就为了应对 持续的干汗 因为夏天可能更加大惑 所以他们生态部长 贝修 也要求所有官员在三月底之前 要召集各部门 现在 就是 有些地方限住之后 应该全国都会限水 那 发布限水令 这位贝修 生态部长就说 大惑 现在发觉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冬天干汗 而造成缺水 令全国无比得休心 他也说 有 几个区 好像 奥克西塔尼大区 还有就是 奥弗涅隆 阿尔卑斯大区 还有南部 等等的三个区 现在的土壤的湿度是不足的 数值 甚至 要到五月底才可以回复到标准状态 目前 法国有四个省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这个数字当然会继续升 他就说 总统马克龙 已经想尽办法 肯定要想尽办法 难道不理吗 不理的话你更麻烦一点 不理就好像台湾地区那样 台湾地区他都表面上有理 哈哈哈 现在 真是麻烦 各省 将会发布限水令 其实 他还有很多事情未解决 马克龙真的有很多事情未解决 还有之前的退休 的改革 退休年龄改革 又有 这个 极端天气 搞到大干绝 还有非洲的 这些 其中外交事务 好了 现在说回法国 去年夏天 就有 700多个城市 是受饮用水 的限制影响 如果不是 河流的上游采取相关措施 今年 会有更大的风险 而且 会 你记住 今年可能还波及到明年 喂 我都 有点担心法兰西 因为太干寒了 当然 现在 法国 要想 其实他在经济表现 不是很差 都是属于值得慶行 因为 他 始终都是有点发电 核电厂就慢慢整好了 慢慢整好了 现在法兰西 当然 他为什么要从非洲到 重回非洲呢 第一 就是 担心中俄 第二 始终 非洲能源多 我们看回 原来今天他刚刚上了飞机 这个米哈龙上了飞机去非洲 他就说 法国拒绝 卷入大国之间 为控制非洲而进行的 一些过时的竞争 不过也都宣布会削兵 希望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 不过 外界就觉得 他是口是心非的 其实他就很担心法国 在非洲影响力不断衰弱 中俄的影响力不断上扬 非洲 早前都是被 西方不断拉隆 但是好像 效果不章 因为你经常说的都是废话 我们帮你 普世价值 民主 OK 人家要水爆 要水爆 我要做 很多工作 前期 这是什么 等多久 不知道 中俄 中俄来 我们要水爆 我去找他 对吧 其实你说什么新型安全 伙伴关系 自闭很多非洲国家在撑 这个亚格拉集团 俄罗斯的准军事组织 黑龙今次 就访问几个地方 包括加蓬 加蓬 加蓬也是说法文的 还有安格拉 安格拉就是说葡萄牙文的 前葡国的殖民地 还有 是江国民主共和国和江国的 两个国家 记住 当然 他就准备在非洲大展鸿途 有没有那么容易 法国其实在非洲影响力 这几十年 是降得越来越低 这个 只要的感觉 因为 他们之前做的事不是那么好 其实 很多西培都说因为法国在非洲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不断下降 而且 之前作为 中主角 对于殖民地做的 坏事也不少 是的 而且 你知道他们 或多或少都觉得自己是 很优越的 有种傲慢的 马克龙今次都算是 雄心勃勃的 当然是经济政策他就希望 是可以和非洲加强合作 虽然马克龙 就说在非洲避免 进行过时的权力斗争 亦都说自己 完全不怀念 法国曾经 在非洲拥有的影响力 你说不怀念 很多政客和一些企业 当然是希望你可以有影响力 其实很多前法宿职能地 应该是中文的道德 其实就是法国的 能源公司 其实很多前职能地 都是用很多加油罩在他们那里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 因为始终他们都是说法文比较多 西非 北非都是 亦都敦促 法国企业应该是 要清醒了 不可以再想回以前了 不过 马克龙的非洲之行 其实面临很多质疑 这次他首先向家蓬的总统 翁丁巴 就说要提供支持 之后 今年12月 将会举行的 江港民主共和国的选举 当地民众也担心 你好似有些东西想说 你好似想看下 干涉一下 事实上 尤其是经济上 法国和非洲的经济联合 正面临着 俄罗斯 中国 土耳其等等国家 的竞争 当然 欧美是 处劣势 政治上 这些不断增长的反法 这些人 人士 亦都是令到西非和北非 几个前职民地的国家 就出来 走上街头 当然 好像马里 中非共和国 布基拉法索 最近一年 最搞笑的是 他们说是转型 重建 其实 当地的人叫他走 难听说可以有个赶字 所以 这个都得淡 其实中非共和国 都是前法属职民地 当然 最后 令到他们西方 整个西方最不远见到 就是找俄罗斯亚格纳集团 只好这么说 之前做的事太多不好了 现在 撤出也好 起码没那么认识 之前俄罗斯的 外长拉夫罗夫 也访问了一些非洲国家 包括马里 莫里 塔尼亚 还有蘇丹 这个也是拉夫罗夫一年内 第三次访问非洲 所以看到大家对非洲都相当重视 相当重视 还有一个 西方不太喜欢 南非 我们早 排节目都说南非就和中俄在军演 亦都令到 这个西方不喜欢 但是 南非也有和其他 西方国家有军演 你不可以是 监人奶口 你不和我一起 你就是投共 不行 批评你 人家是主权国家 是不是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